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澳洲呢 在昨天白天时候还没有出现这个新闻的时候呢 跌幅不大 只有0.2% 中国股市呢 也跌幅没有现在这么多 昨天的时候跌的是0.5和0.7 但是欧洲国家那时候呢 已经猜测到美国即将要发布新闻 因此英法德三国平均跌幅已经超过了1.3% 到了美股时间 特别是在美国宣布了这个决定之后呢 这个道琼斯指数是暴跌了700点 创出过去六周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同时呢 纳斯达克和标普也是下跌超过了24% 股市以外地区黄金因为股市下跌而出现上涨 而油价和比特币同时出现下跌 在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跟大家重点说的就是现在 这个美国宣布至少是在500至600亿的商品上对华征收25%的关税 也就是美国打开了 或者说是打响了这个贸易战的第一枪 那么在今天早上 澳洲时间大约是三四点钟 中国时间大约是昨天晚上十二点钟 美国正式宣布了这个对华贸易措施 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写出来的信息 发布的信息 那么在对于特定的中国商品 美国将会征收25%的关税 这些商品呢 包括了航空产品 现代的铁路 就是咱们说的高铁 新能源汽车 以及一些高科技产品等等 超过1300个类别 那么美国的这个贸易部呢 同时也会在15天之内 公布了其他的一些具体的名单 随后呢 将会有30天的讨论时间 那问题是呢 这个名单并不是一个结束 随后呢 美国总统特朗普还表示 这只是多种措施中的第一步 之后呢 除此之外 美国还会将 将针对中国在美国的一些投资收购 进行限制 同时 对于美国企业在华 转让技术出口 对于更加的限制 所以其实呢 说实话 在昨天晚上发布消息之前 中国的多企在美国的收购呢 已经被叫停了 其实这个风声已经非常之大 那么按照过去的经验来看 中国也会在随后的几天宣布呢 反这个报复性的反击措施 那么在过去 中国的反击措施重点是放在美国的农产品上 由于呢 农产品是美国南部一些州 重点的投票的影响投票的一些重要原因 所以呢 一旦这个农产品的关税上调 美国的这个农业主 农产主 就会呢 大受打击 到时候呢 也会给政府施加压力 但是不管怎么说 现在呢 既然美国开打了这个第一枪 那随后中国势必会跟上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500亿美元说多不多 说少不少 但是呢 已经影响到了中美两国的股市 美国股市在昨天晚上刚才说到 道琼斯指数是暴跌了整整30个点 这个中国方面呢 也是在今天开盘的时候 已经跳空100多个点 上阵指数现在也是一片残率 所以其实呢 两国之间的贸易周分 毫无疑问的话呢 都对于双方没有任何的好处 但是呢 如果你一定要说 哪一边强哪一边弱 那么到目前毫无疑问的时候 中国和美国的贸易 还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 怎么说呢 虽然我们知道中国现在经济体量 是世界第二GDP 但是呢 很多的GDP数据 是建立在高价的地产和房屋基础之上 我们知道像北上广深杭这几个城市 随便一个房子就是500 700万人民币 一幢楼就是10亿 20亿 一个小区可能就是上百亿人民币 你到一个城区可能就是万亿的人民币 所以这么高的房屋价值 其实呢 包含了在GDP里面一大块比例 所以中国很多GDP的数据 其实是靠着高房价撑上去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和美国去打贸易战 其实我们的这个 我们叫做外胖内售 或者叫做这个外强中干 说的难听一点就是这样 而且呢 从现在双方限制的 这个加税的产品来看 你看美国加的是高铁 能与新人员汽车等等我们的一些拳头材料 中国目前考虑加上去的 是美国的大米 猪肉 牛肉 或者是奶酪 农产品 这其实一对比呢 就显示出巨大的差别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我们把问题看得很透彻一点 目前的中美关系就是卖家与买家的关系 美国是买家 中国是卖家 你说你在淘宝上买东西 这家店你不买 你是不是可以到另外一家店去买 但是如果你是淘宝的店商 店铺老板 你最大的客户跑了 你这个时候可以马上找一个 另外跟他一样大的客户抵上去 很难 所以卖家与买家的关系 就是现在中美之间贸易的关系 所以说这场贸易战 应该就是一目了然 但是我们也希望 两国的最终能够做下来谈判 通过协商解决争端 毕竟我们小老百姓 手里那么点钱 投资在股市里面 投资在汇市其他市场也好 经不起折腾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话题 那么在今天晚上11点半 是加拿大发布他们的通胀数据 以及他们的零售业数据 美国也会发布同一时间发布 耐用品订单 因此今天晚上对于家园来说 将会比较互动 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每日财经.b 我们明天同一 下周一同一时间 再见 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